11月10日,菲律宾两艘运捕船和三艘海警船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 中国海警依法对飞方船只,采取必要执法措施。 中国外交部已向菲律宾驻华使馆提出严正交涉。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飞方派军舰在仁爱礁非法坐摊,还企图对其维修加固,妄图对仁爱礁永久侵占。 飞方行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新闻宣言,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飞方立即停止在海上滋事挑衅,尽快拖走飞法坐摊军舰。 中方将继续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